Q彈鮭魚生魚片 魚肉呈現鮮豔橘紅色 澎湃海味擺盤上桌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不過其實魚肉也有分紅白 就有日本學者以肌紅素 含量多寡來劃分 但大家嘗試的鮭魚 究竟是紅是白 紅肉吧 覺得很酷 我完全沒有聽說過 因為是紅肉吧 看起來就是紅肉 感覺顏色比較鮮豔 比較好吃吧 將鮭魚切開 橘紅色魚肉映入眼簾 民體帶您來揭曉 鮭魚其實被分為白肉魚 不過因為他所吃的甲殼類 含有豐富蝦紅素 色素累積 魚肉才會因此變紅 他喜歡吃蝦子 南極蝦那一類的 因為他們吃的 愛吃蝦 所以蝦紅素 肉就會紅 魚肉所含雞紅素 最大功能就是儲存氧氣 像是白肉魚 白雞比例高 味道較為清淡 因為含有豐富膠原蛋白 水煮也比較容易散掉 紅肉魚 紅雞比例高 含有叫做阻氨酸的氨基酸 通常味道較為強烈 口感厚實飽滿 不過阻氨酸放久了 容易變成阻氨 腐敗速度也相對白肉魚 來得更快 一般常見像是鮭魚 鯛魚 還有比目魚 都屬於白肉魚 其他高速游動的魚類 氧氣消耗量大 大多屬於紅肉魚 青魚 鮮魚 還有鮪魚 都屬於此類 海中鮮味 魚肉雖然分紅白 但相同的是 魚肉都富含 Omega 3的脂肪酸 能維持心臟健康 抗氧化 強化免疫系統 都是相當好的健康來源 三線新聞高官宣宣報名 台北